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道 难道 难道李莲华 才是方尽王和轩公主真正的血脉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有玄妃的戏物 这上面刻有了南印图腾的玉佩 你们看看 你们得好好看一看 我才是玄妃的后裔 南印至尊 这才是你风轻凭他认出了我 还有 万上这个疤痕 便是你们苦苦找寻的重要线索 你敢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吗 可笑 善姑道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南印的贵族 你 只不过是我和七木山 从乞丐队里捡回来的小乞丐罢了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我家老鬼七木山 和李相仪的父亲乃是至交 李家呢 原本是隐世而聚 不曾想一日 为了救人得罪了附近的山匪 山匪连夜偷袭李家 把李家全部杀 唯独剩两位公子得以生存 流浪街头 我和七木山得知噩耗之后 四处寻找两位公子 只是可惜啊 当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 李家的长子 李相仙重病身亡 这玉佩是我唯一的家导 送给你 我弟弟相仪 求你照顾他一阵 李相仙 可可 二次 原来竟有二次 我们只好从乞丐堆里 带回了当时不满四岁的李相仪 还有一位 一只守护在他身边 年龄和李相仙相仿小乞丐